我们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古都变梁 几代都是手艺人 扎风筝 护灯笼 护平方 护纸盒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呢 就八十年代的时候 厂里效益不太好 他就把这个风筝手艺呢 重新拾起来 护风筝 卖风筝 就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父亲要让我们跟他学做风筝呢 但是就是前几年呢 就是看着父亲一天天年龄大了 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 一天老了 那心里也非常有感触的 那我们作为宋氏风筝的传人呢 更不应该把这个手艺给丢掉了 所以就在前两年 我把所有的工作全部辞掉 然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用来跟父亲学习风筝制作 用来传承手艺上面 在我小时候 这是属于一个小玩意儿 爱好 跟着父亲学永远 学方前 我们家是赶着小手工物 需要炸沙东的 这是我去铁克沙东的 市场都没有卖那种 天旧的风筝 玩意儿有一个 给它挂住了 黑的 这样带的小眼皮 有两根须代表就是 一件黑一件白一件黑 我用啥颜色去表现 它身上固有的颜色 它这样带白云 用白点去代替白云 它的头啥一样 肚子啥一样 翅膀这四个翅膀啥一样 哪个大哪个小 它身上花纹 和它身上的脉筋是啥一样 我都要去观察它 又往口又炸 我的样式又多 这个取材就是从这个生活中 再给它毁化到 砸到这个风筝的国家上 父亲那个年代就是闷着头在家不出门 比如说到了我和我弟弟这一代呢 把这种宣传从室内走到了室外 我们通过新媒体 新的传播方式 把宋室风筝展现给了更多的人群 又把父亲的一个经典品种 双头鹦鹉呢 设计成了一个材料包 让孩子们或者让成年人 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风筝的 就是四个工序 扎 哭 画 放 让他们在亲身的体验过程中呢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 这一年多呢 我们走进校园 走进了百事所 通过这些事情呢 发现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人爱好 这个手工艺 喜欢这个传统文化 那我们呢 看到他们制作完成一下风筝之后呢 那种快乐心情也会感染我们 也会激励我们去 努力的做更多更多这样的事情 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带给更多的人群 比我父亲做的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在传承 基本上导致为了 海越他 перем count 能重dar和较啊 一肢的比赛 我和 germ déc長 该做的面对 但是赢得更好 它以保证 这让他们認识 我们ner cabo不接受 可是他现在接受 把我的精演 传练你 你再去发挥 应该去碰到 这两年呢 就是跟父亲一起学做风筝 所以我经常也是 使几个小时不吃不喝 有时候熬了一通宵 熬到早上五点 然后休息四个小时 九点钟再开始继续做过的风筝 我突然感受到了 父亲这种心情 真的是非常专注于你的作品 是舍不得去休息的 非常期待自己作品 完成最后的那个样子 他很多非常美好的寓意 都通过风筝来体现了 我感觉父亲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词咖啡 绍匣